接下來就常考愛考的題型,叫做音調 重點,相同材質越輕薄短小緊,音調就會越高 好,問你說這個琵琶按住甲跟按住椅發出的聲音有什麼不同 我們講過一個重點,叫做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波速是一樣的 所以不會聲音比較快或聲音比較慢 大小聲高低音都是一樣快,所以AV都錯 然後按到甲的時候弦較長,按住椅的時候弦較短 同一個材質越輕薄短小緊,音調就會越高 所以呢,答案我們就要選的叫做豬耳 OK,好,接下來 這,邊器,邊中 這裡做了一個小小欺騙社會的事情 請問你誰的音調高 帥哥美女 這個叫做美女,叫做No.1 你的答案呢 5,4,3,2,1 答案,豬 請坐,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相同材質越輕薄短小緊越高 所以釘是最短的,所以釘的音調最高 甲是最長的音調是最低 他欺騙社會在這裡,什麼敲擊4次,敲擊3次 那個沒有影響 鋼琴鍵 就是兜,按一下,兜,按兩下,兜兜,按一下,兜兜兜 按四下,兜兜兜 他兜是兜,他不會變成拉,不會變成發,不會 所以那個要騙你的,那個敲4次3次2次沒有影響 那欺騙社會用的,OK 這一題,這題有兩種討法 我現在是往裡面吹氣,管子一樣出 然後往裡面吹氣,問你誰音調高 另外一種討法是裡面裝水用敲的 兩個答案不一樣 兩個答案不一樣 這個你是吹氣的,誰的音調高 帥哥美女 今天要找的是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五大帥哥嗎 沒有耶,這抽起來都是女的 還是女的,抽不到帥哥勒 帥哥 三六 帥哥三十六 你的答案 B哦,你選B 請坐 一樣,往裡面吹氣震動的是空氣柱 所以那個椅的空氣柱最短 所以音調最高 下一個考法是 那個4個一樣粗一樣高的 一樣粗一樣高的,然後往裡面灌水 灌水完之後,第一種做法是敲 敲到的時候整個管子在震動 水越多的就越重,音量就越低 越少的就越輕,那就越高 四個一樣高的管子 往裡面裝水,然後往裡面吹氣 變成 空的越長的 空的,空氣柱越長的,音量就會越低 它水是越少啊,應該答案是相反的 然後呢,水越多的,空氣柱越長就會越高 所有的答案是相反的 要注意一下它怎麼考的 這就是我們有關於說 考試愛考的題型 相同的材質越輕薄短小景 音調就會越高